Lio鳥四季 天天都不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普根地人對上孟加拉人 這一場比賽是軍閥賽的比賽 OK 軍閥賽現在已經來到了前四強 這場比賽是六月角落到凌晨的時候打的 打完的時候應該是凌晨五點左右 這場比賽是塔塔對上Hira Hira這邊是選擇了孟加拉人 塔塔選擇了普根地 我們先來看一下10點鐘方向 紅色的普根地人 是普根地人 普根地人的特色呢 是可以提前一個時代升級經濟科技 那在經濟搶打法裡面 有升級這個一級伐木的策略 有100肉就馬上點下這個一級伐木 那以後是直接支撐 不去點這個一級伐木的 或是點下城堡時代之後再去補 二級伐木一級伐木的一個打法 那我認為現在Meta來說 其實普根地人不太適合在前期 去點下這個一級伐木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前期的支撐的這個需求 木頭需求並不是那麼龐大 這個效率下去 可能會讓自己拖到升城堡時代的時間 所以前期普根地人在經濟場來說 要使用自己的特殊能力 一定要點下封建時代或是城堡時代之後 才會比較有明顯的優勢在 那後期普根地人可以讓自己的農田 使用普根地葡萄園 在農田裡慢慢產生黃金 所以像是這種地圖來說 會比較 後期黃金會比較多一點點 好打到這邊是點了一級伐木之後取消 然後我還以為你要點 我想說這麼輕敵的嗎 如果是打天梯你點就算了 這個是價值30萬美元的比賽 就是競技場 競技場最重要就是升級城堡時代的時間 城堡時代的時間是關鍵中的關鍵了 那普根地人呢 他的馬就有是有半價科技的關係 所以他也是速成遊俠最快的文明 但是他的遊俠沒有品種 所以只有160滴血 後期遊俠跟一般的遊俠國兵打起來 可能會略有不足的問題 那普根地人呢 他城堡時代也可以研發重裝騎士 所以他研發遊俠是真的快 直接省去了重裝騎士的研發時間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Hero這邊是選擇了孟家人 孟家人這邊的打法會比較偏向於 打森旅戰 巷弓 或者是打這個戰車 公命路線是比較完整的 那馬就科技是稍微有點不足 但是還是有三級馬鎧品種跟跟蹤技術的 所以整體來說 孟家人是可以用肉碼 去反射對方戰毛兵 而且戰毛兵還可以增加2點傷害 但是他的主力來說的話 還是要偏向於靠公兵路線跟相公 跟肉碼 那他是有三項之力的文明 大象有抗招響抗外增傷 攻速加成的文明 所以不是後期走相公 就是走大象不然就走工兵 步兵路線的話 雖然有這個劍兵武士也有級兵 但是沒有這個三級的步兵鎧甲 所以用起來會稍微有一點尷尬 但是遇到需要使用的時候 還是得點這個級兵 雖然沒有三級甲 尤其對方又是伯恩帝人 有這個速成有效還是要特別小心 好塔塔這邊是點下來 一農一木 二級農二級木 這個不會是要搞事了吧塔塔 塔塔這邊升到了成封建時代 狂點科技 這就意味著他沒有要來速升 沒有要來速升城堡時代 今天算是氣成 氣質成 然後打出自己的文明特色的一個做法 我不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這個你失去前期的主動權 後期就會很難受 好但是這邊點一下經濟科技的話 至少自己的經濟是非常好 好兩邊競技場 應該前期不會有開大招的問題 畢竟現在塔公公 對上這種Label的職業選手 用塔公公哥們就是在送分給對手 所以應該Hira不會去打什麼奇怪的招數 應該也是正常的直層上去 然後打一個肉碼 配修道院生女的一個開局 然後轉3TC 4TC 好農上去 有人會說孟加拉人到底要怎麼打經濟場 他的經濟場打法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他沒有火炮也沒有這個 大衝車 他只有工程戰項的關係 所以他的打法會比較陣地戰 會有不足的問題 那孟加拉人他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 走這個開農路線 3TC農上去 去城堡時代之後 地龍時代 點下地龍之後 再補下兩個城鎮中心 那地龍時代的話 5個城鎮中心 就可以又獲得 立刻獲得10村的這個經濟加成 通常可以打出一波經濟差距 然後直接碾壓對手 那我對於孟加拉人的中後期打法 大概是這樣子 會有明顯的這個經濟上的差異出現 村民數領先是非常多的 畢竟每升個時代 村民都會多加2村 好這邊升到城堡時代的Hero 這邊是點下的馬舅 跟自己的修道院 肉馬這邊出了3隻 兩邊對打一下之後 塔塔這邊升級稍微慢了一點 那這邊可以看到 博文帝人這邊慢了很多 升城堡時代 經濟上也沒有零險非常多 所以這個科技到底要怎麼點 我覺得玩博文帝人在經濟場 是一個很尷尬的事情 你太早點了 經濟加成不明顯 你太慢點了 你又沒有太多的優勢 所以博文帝人我覺得一直以來 都是一個不好上手的文明 我從來不會去推薦新手們去玩博文帝人 而且是會對這個經濟科技的價格 會產生 這個 就是一個記憶點 就會認為說 這些經濟科技就是這麼便宜 有折扣的 但是博文帝人是有特殊能力在的 好 Hiro這邊是擊殺兩隻輕奇兵 而且一隻肉馬都沒有死 他好像這邊肉馬死的有點多 好這裡是補薩3TC開農 但是這邊就有惡農的優勢了 農田可以吃的非常久 所以現在木頭也是非常省 這邊稍微繼續用生女補血 但是剛剛一隻生女被抓掉 右邊這個生物有點難減 好 但是現在孟加阿倫還是有 生女上的 跟肉馬上的數量優勢 好這裡要補下更多輕奇兵 才有機會繼續打 結果Hiro這邊是稍微失誤 被擊火了一隻肉馬 這樣肉馬的數量又變成四打四了 好這裡也是3TC開農 肉馬兩邊互打 生女要遭想像阿 哇這邊生女死了 沒了 生女最不應該做的事情 Hiro居然做了 居然就這樣子 對方在前面的時候直接送 但是這邊肉馬可能也要送掉 好 再拿個一隻 再拿個一隻就好 再一刀 再一刀 搞定 好他到這邊 這邊肉馬還要繼續 但是這邊順利的 掌握到了一個減生物的時間點 好下面這個生物也偷偷搬進來 肉馬血量大概是半殘 好兩邊衝一處大概50幾吋 那現在的競技場的節奏正是越打越快 不會像以前 就是到100多吋才會開始大開戰 雖然大家還是會以升級為目標 趕快進攻敵人 作為主軸 好終於這個生物拿到 拿不到 那右邊這個生物有看到嗎 塔套應該有看到 那你只要一減生物的話 地圖上的白點就會消失 塔套有注意到的話 就要趕快去右邊 這裡村民 勝率怎麼在發呆 快走啊 HERO HERO GOGOGO 完了完了他看到了看到了 右邊這個白點不見了 這邊想要轉到冰冰角角 躲藏一下 怎麼躲得掉呢 親起病的視野很好 但是這邊是請君入翁 好生物被噴出來 肉麻死了一隻 HERO這邊是還剪下手推車 中間撿生物 但是又被抓到 好這邊撿生物看起來是有點難 但是有把生物慢慢往自己家裡移了一下 好 好目前 HERO這邊的親起病數量不夠多 好 勝率再次走出來 右邊勝率也是 這邊走進去 關門 還不進去 但是這邊生物要小心 勝率可以著想一下 給點壓力 但是先補個血 現在肉麻的數量非常重要 好 要撿嗎 這裡撿下去 沒有往回走 反而是往上 這個心理戰打得不錯 肉麻趕快追 這裡只差一刀就可以搞定 搞定 拿下 又賺了100斤 好這邊生物撿了之後 他到這邊也是過來看 白點就不見了 為什麼生女也不見了 是不是快到家了 還是其實在右邊這裡 都不是 我是在這個位置 KERO這邊細節打得非常漂亮 真的要蟲洞進來了 好 那現在塔塔認為 這個生物早就已經被搬走了 但其實還沒有 這裡還有機會啊 好 中間請起兵 要打嗎 招翔到一隻 OK 現在是8隻 打11隻 數量上還不是非常夠 頂下的品種 現在博文帝人 若瑪會漏勢 會非常劣勢 60對80滴血 好這邊直接第一牆進來 後來還是要低一下牆 好這樣就拿到3個生物了 那中間這個生物 要是又再能拿到的話 HURA這邊應該就是十拿九穩了 好 那孟佳阿倫 點下帝王十代之後 我們又補下城鎮中心 反而是補下了兩個射箭場 有可能要走相公路線 那這個時候 如果可以在帝王十代前 趕快蓋好在額外的兩個城鎮中心 所以我們就會補得非常快速了 好兩邊都是一個3TC 有沒有 這邊博文帝是4TC 帝王十代 好這邊走公兵路線 二級射找個機會點一下吧 好繼續著想 好兩邊對打 HURA這邊是有點 劣勢 肉麻數量打不贏 先起兵 數量有點多 好這邊是要走奴兵路線 而不是相公 OK 走奴兵路線 這就有意思了 還不是走三項之力 好先走了公兵路線 4個射箭場 好有單倒雪了 二級射 三級射也趕快馬上補 點下支部技術 現在兩邊聰明持平 103對104 好那看到轉公兵的路線 博文帝人轉出了戰毛兵 但博文帝人沒有三級的弓箭甲 可能還是很容易被反擊回去 前面還是要靠大量的遊俠 坦在前面 會不會比較容易扛 扛住這個前線 好現在化學三級射已經補下 直上強弩 好 博文帝人 正面點下重裝騎士 正面技術也補下 三級射也補了 那兩邊打的是非常謹慎 所以只要一個失誤 比賽就可能會丟失 那Hira這邊的地圖其實有點不太好 因為他的石頭跟黃金都在正前方 那如果可以像塔塔這邊 再側翼的話 就會比較舒服一點了 因為你的村民 待會要挖金化跟石頭 都在海景第一排 會挖得非常的痛苦 而且自己又沒有火炮的關係 打起來是沒有辦法 獲得陣地戰的巨大優勢 就是我們剛剛開頭講的 孟佳人在競技場 會很劣勢喔 只能用這個工程戰項 進行反擊喔 會比較常見一點 好 塔塔這邊是補下了遊俠升級 還是要走遊俠當坦克 那為什麼不走純戰毛兵呢 這邊走純戰毛 火力還是有點差強而已 現在走火槍的話 又會被火槍給射穿 那走遊俠的話 這個崩劍的力量 還是比較穩定一點 雖然遊俠是真的貴 但是有半價遊俠科技 加減用一下還是挺不錯的 好 好 這邊是先造了兩台巨型投射機 塔塔這邊有火炮 火炮還有增傷效果 攻擊力來到了50點傷害 兩軍都已經蓄勢待發 緊張的刺激 時刻來了 前面沒有大打鬥 我們就是當上帝王時代 才開始要來開打 塔塔這邊是補下了更多的遊俠 跟戰毛兵 又要在後面補下更多的農田 田來到了59片田 但這邊肉碼數量也是非常多 但是有三級馬鎧的肉碼 是完全不怕被對方的戰毛兵給打的 而且打戰毛還有製作架兩點傷害關係 打戰毛兵 火力槍中只要三刀 就可以砍死一隻了 非常迅速 好 這裡前線 強武射穿遊俠 火力點下 不定葡萄園 巨型投射機直接反擊回去 這邊點的是 遊俠嗎 後面遊俠死傷慘重 火砲一瞬間打倒了非常多的 孟加拉的強弩 這邊部隊遊俠還是成功 進攻成功 但是兩台火砲也是被打掉了 槍數量繼續往回補一下 肉碼繼續往前輸出 這波打起來 我覺得有點算是小鑽 這兩台火砲我抓掉 有點算是補正了自己的烈士 好這裡開始補下修造院 火印刷技術 轉生旅戰 那後方有生旅 待會要招這些火砲啊 遊俠啊都是非常舒服的 孟加拉人後期喔 只能多靠這個生旅喔 去反支對手 好這邊又抓到一台火砲 HERO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三台火砲 六百金 就這樣入袋了 好這裡點下了神權政治 宗教狂樂 還有神聖思想 啟示思想 經濟的部分都補的差不多了 狂走 這個軍事路線 右邊這邊偷挖金晃 好像還沒有看到 這個馬丘蓋完應該就看到了 好塔塔這邊是補下大洛馬 但大洛馬依舊是沒有品種的 好神旅招搶遊俠 好找到兩隻遊俠 非常舒服 槍度數量不太夠 這邊打起來 遊俠可以無雙 所以還是要稍微回頭反擊一下 炸毛兵現在往前走 會被洛馬 反擊回去 好繼續補神旅 三個修道院 好現在塔套這邊軍力不太夠 那這邊塔套其實要打贏 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直接轉出大量槍兵 直接搓回去就行了 後面這些強武到底要怎麼撿 其實根本不用靠 戰寶兵 直接用大量槍兵搓回去就好了 被禁對方的馬多 直接走個不齊作戰 然後加上火炮的連環打擊 我覺得就很夠了 槍兵遊俠火炮 或是直接漏馬 槍兵 戰寶兵我覺得可出可不出 戰寶兵的攻擊的DPS 真的是有點低阿 不如全部產漏馬 遊俠槍兵 這個打法是更加 有用的 好這邊生旅全部收到城堡裡面 一隻生旅都沒死 好放出來 再放出去 生旅 這隻放出來招翔 大漏馬要繼續走 這裡生旅可能會死一隻 槍兵直接收到城堡裡面 增加一下城堡的DPS 城堡的傷害非常高 裡面有一些遊俠衝進去 正面的漏馬有點多 這邊使用漏馬擋的遊俠 這個畫面真的是 有點少見阿 好 Hira這邊是沒有打算要斬槍兵 繼續用漏馬擋 用大量漏馬直接硬吃遊俠 哇這個血量真的太少了 直接被大量漏馬給包夾 好搞定 漏馬放出來 生旅出來也繼續補血一下 此戰過後 Hira這邊又賺到了更多的黃金 但是伯根蒂人 是有伯根蒂葡萄園的關係 所以黃金也會一直跳阿 2聖物再加上60片田 大量就是4聖物的黃金量 那孟加拉人這邊是3聖物 好Hira這邊要轉出槍兵了 該轉槍兵還是得轉 不轉槍兵會很痛苦 畢竟 淘淘已經沒有再轉出自己的 戰毛兵了 這邊漏馬再出再多 要擋遊俠還是有點辛苦 好快走 漏馬配遊俠火槍 哇火槍這個時候出來 黃金是真的多 好巨型投尸機有點太往前了 但是肉馬在後方 往後抓 抓掉一台火炮 第三發打到 完蛋 Hira這波巨頭被收掉 後方火槍輸出的很開心 他們就去拉打 聖女招向下之後 發現情況不對 趕快收到城堡裡面 快撤離 前線戰場 好聖女最後還有一次火了下來 好這邊急兵補下 趕快補下大槍兵 槍中數量還有7隻 隨時可以放到城堡裡面 幫忙輸出一下火力 任性在火炮 要特別小心 好用聖女 給這些留下壓力 槍兵終於升級好 尤其要我們先送 才要收掉這些僧侶 僧侶趕快收到城堡裡面 找掉了一隻 還能接受 後方落馬 做一個包抄 但是塔塔這邊防守 做得很漂亮 中間的火炮 最後是火了下來 好 這邊轉出槍兵肉馬 槍兵肉馬 掌揮子按 好把槍兵收到城堡裡面 增加城堡的傷害 神堡已經擊殺掉了 22隻的單位了 好結果最後火炮還是被抓掉了 Hura這邊火炮抓得非常好 兩台火炮抓掉之後 進攻就會稍微有所趨緩 好那這邊Hura最重要的就是 要趕快把自己的槍兵數量 再繼續累積起來 槍趕快點火槍 火槍數量一掃 槍兵就可以很舒服 直接硬扛這些肉馬跟遊俠 好肉馬往後抓到一台巨型頭司機 鑽爛 這個不虧 好肉馬繼續追 要繼續砍嗎 沒有打算要砍 好回拉一下 好抓到一個空隙 又可以上前抓抓看 但是這時候遊俠也不演了 我不守後面 欸結果還是守住了嗎 好生女現在已經全速死光 遊俠直接突入城堡下方 槍兵數量明顯不夠 遊俠開始四處亂砍 Hura這邊非常劣勢 後方的遊俠直接砍爆 哇這裡這裡這裡 Hura很很難受 孟加拉陣地戰還是有點難打的 一定要靠生旅 好但是塔操這邊黃金不夠 現在是進入了缺金狀態 那以缺金的情況上來說 應該是博恩帝人還是更有優勢一點 因為博恩帝葡萄園的黃金彩量還是非常可觀 好這裡強弩還有14隻 上面去輸出 抓掉非常多批的馬 好但是塔操這邊經濟有點炸裂 遊俠開始點不起 Hura這邊往後伐木 黃金樹已經歸零 後面兩台巨型投射機還在進攻 塔操在這邊前面壓了一根寶 他認為這根寶壓下去 自己就可以拿下比賽 那我覺得也是這樣也是說的沒錯 因為後面這火槍已經 成形起來了 這個要突破回去相當困難 Hura這邊轉出了戰毛兵 想要嘗試解解看這坨火槍 這根城堡終於拿下 塔操這邊有點聖券在握 好Hura這波很難反打 右邊的弱馬也開始抓到這邊村民 這裡要心態炸裂了嗎 好但是有槍兵防守 正面的部分還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很好的反擊方式 最近的狀況下 好像有點難反擊成功 好 肉馬直接殺了過來 這裡稍微收村 Hura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塔操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這兩場比賽 Hura都打得非常吃力啊 好那這個比賽結果呢 其實大家可能會覺得感到意外 那我們在影片的結尾會放上這一次軍閥賽的比賽 那我只挑了兩彩 我覺得蠻精彩的比賽 跟各位分享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Hura拿下資源上勝利 資源上稍微小贏一點 塔操這邊呢是非常的穩定 果然打出了伯恩帝 該打的東西 肉馬 大肉馬 還有這個遊俠 火槍火炮都使用出來 那Hura這邊的打法也是跟我想的差不多 他用森旅配上這個工兵路線 但沒想走的是工兵而不是相公 那以競技場來說走相公可能還是更優勢一點 畢竟大象工兵這個單位喔 體質還是比較好的 工兵一旦死掉 要再續起來也是要花非常多的黃金 去量產起來的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影片下集影片 可以做影片下集嗎 每個時間影片下集影片 你們可以做影片下集影片 以後到網站已經是買了 到網站的影片下集影片 請公圍後期間 orngrube 你們可以玩 我們可以玩 我們可以玩